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位网友他问到说他有腰比较粗 肚子比较大的问题 那因为最近很流行咖啡水疗 所以他问说有人宣传说咖啡水疗 可以治疗糖尿病甚至连癌症都可以改善 他问说可不可靠 那这个我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有听到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用咖啡去灌场做水疗 那基本上跟一般的水疗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是他的那个水疗的水是用咖啡水 去从肛门这边用一个管子进去灌到我们的场子里 然后让那个树变能够流出来 同时他以为说因为用咖啡的关系 所以会促进新陈代谢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医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状况可不可行 首先就是水疗这个问题 水疗当然它是利用水灌进我们的大肠 那这样里面的大便能够这样子排出来 它能改善速便的问题 让你肠子当中的大便能够排掉 可是它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排出来是大便 不是我们要减肥的脂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经常用这个水分去灌你的肠 让肠子的大便流出来 肠齐下来会导致你肠子的收缩力变弱 以后变成没有这样去灌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让你的大便很自然的解出来 反而导致更严重的便秘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一个人不可能每天或每个礼拜 长时间的用这个水去灌你的肠子 而且还冒了一个危险 一旦灌久以后 不小心压力太大 还有导致肠穿孔 甚至腹膜炎的这个风险 所以基本上还是养成正确的 这个解大便的习惯 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第二个谈到这个咖啡的问题 咖啡对减肥是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咖啡可以帮助脂肪 燃烧得更久 帮助这个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提升 可是大肠本身不是吸收食物的器官 它是排移的器官 只有小肠这边才比较有吸收的能力 所以咖啡水要想说 藉由大肠的黏膜吸收到我们的体内 事实上这个机会是不高的 量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太长 去做这样的一个咖啡水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